以巴冲突短短几天伤亡惨重 在开战之前绝大多数民众都不会想到战争会发生 可是当我们真正看到了战争的惨况 那么我们再想想如今两岸得之不义的和平 所以就确实感到万分的感慨 台独意味着战争 以巴冲突伤亡惨重 兵凶战为现实警钟 邱国正说两岸应该要避免战争 糟糕了 民进党一定骂他是中共同路人呢 现在不是只要讲避战的都是中共同路人 是投降贪生怕死吗 结果所谓投降贪生怕死 竟然就是现在的军方老大 那他讲的当然是实话 但民进党偏偏要继续欺骗台湾人民 那么今天的政坛有点像盲人寻宝 你以为拿着罗盘找宝藏 结果拿的是飞盘 你以为拿的是藏宝图 结果是个汉宝图 所有的目标一开始就错了 我在说的就是民调的重要 台湾普遍政治人物会觉得 台湾多数人应该是亲美的呀 台湾多数人应该是讨厌中国大陆呀 于是绿营就整天找老外来合照 那蓝营也不得不拿相跟拜 赖清德天天喊抗中的鬼话 蓝营也被逼得要跟大陆保持距离 可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台湾民意是什么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人亲美呀 但搞了半天 你的我觉得都是错的 许多公司都会做大选民调 但是关乎人民对两岸怎么想 对中美关系 民调很少有人做 在台湾谈论的不多 今天一定要郑重介绍 远见杂志近期做一系列的民调 比如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 从去年至今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三个百分点在台湾 大约就是六七十万人 民众清楚台独是绝路 为啥 你就看看人家打战之后 完全变成了废墟一片 还一提问 两岸关系紧张 你认为两岸应该 74.4%民众认为 两岸应该增加互动 2021年远见做过同样的问题 当时认为两岸应该增加互动的 68% 2020年认为要增加互动的 只有64% 可见民进党成功激发了 人民的逆反心理 越是打压中断两岸交流 人民就越支持互动 所以看到民进党在台北市议会 还在反对双城论坛 我同情他们 我可怜他们 他们只占社会的13% 少数 还有一题 题目是如何看待台美情谊 67.5%民众认为 美国只是利用台湾压制大陆 近15.6%认为 美国是真心想要守护台湾 表示就连绿营支持者 都有四成不相信所谓美国真心挺台 那过去几年 民进党不断洗脑 美国停台啊 台美坚弱磐石 但是67%民众 清楚知道 假的 其实过去两年都有做过类似的题目 台湾超过五成六成 都认为美国是利用台湾 而这一次做出来的比例最高达到67% 表示美国得不到台湾人的信任 因为几年下来完全看不到美国给台湾实际的好处 FTA BTA CPTPP都没有 那台美贸易倡议呢 一点实惠的好处都没有 反而先吃了莱猪搬走了台积电 再傻的人应该都要看穿美国在利用台湾 可怜呢 台湾还是有将近两成的傻子啦 所以当赖清德抛出 不要以美 民进党说相信美国的时候 在野党千万不能害怕 要勇敢的大声以美 防人之心不可无 美国永远以他自己的利益优先 这是人之常情 民进党说绝对不要怀疑美国 这是违反人性的言论 所以千万不要拿相跟败 一面倒对美国逢迎惨媚 美国利用台湾打压大陆 在台湾是超过六成的人认同 其实类似的题目去年就做过 裴洛西来台你认为是什么目的 七成认为是来卖武器或赚钱 五成认为是刷自己存在感 过半人民之道一点屁用都没有 你们就是来捞钱的 民进党就是负责撒币的 老百姓心里明亮得很 比蔡明亮还明亮 所以以后在野党看到民进党 又找什么老外来喝酒拍照 绝对要严厉批判 别再搞什么来者是客 欢迎光临 而且要想想 在当下主要政党都没有对 裴洛西来台持反对态度的时候 还有过半民众认为没好处 那如果在野党认真宣传反对呢 会不会觉醒的民众会更多 再来就谈到战争了 超过半数的民众 不愿意自己或家人上战场参战 其中最不愿意上战场的族群 为20到29岁高达7成 这个解读就有意思了 说37%愿意上战场 这绝对是高估的数字 如果真的有将近四成愿意上战场 那为什么现在军人 提前退役的有4000人 未来的扫目5000人呢 回答民调 当然是回答的比较勇猛一点 反正又不用真的去 而且看年龄分布就有意思了 最愿意上战场的人是60到69岁 为什么 难道是连婆老以上能犯佛 老当益壮吗 当然不是 因为早就除意了 要打也轮不到他们打 我都70了 我也可以回答我愿意我愿意啊 反正征兵又征不到我 民调问我愿不愿意捐一千万 我愿意啊 但愿不愿意捐一百就算了 因为我真的有一百嘛 另外像年轻人最不愿意上战场 跟过去的民调结论相同 一方面当然是首当其冲 真的打起来就是他们去送死 大好人生还没享受 而我认为第二个原因更重要 就是他们刚当完四个月的兵 知道打不赢 在台湾随便问一个刚当完四个月的兵 或者当完一年的 你觉得两岸开战台湾能打赢吗 当然打不赢啊 在军队里面都在除草扫地刷油漆点装备 打枪的次数都没有台南的88枪多 摸枪的时间还没有摸扫把的时间多 看看以色列的反击 连学校清真寺都打 那自己打打不赢怎么办 四成六认为美国不会出兵帮台湾打仗 但也有四十二%认为美国会出兵帮台湾打仗 这题充分显见了台湾人的认知分歧 其实去年俄乌冲突后发生两个月 有做同样的民调 当时认为美国不会出兵帮台湾的高达六成 因为美国就没出兵乌克兰 所以台湾直观也认为不会出兵台湾 但是一年过后 大家忘了又恢复到了常态 那这些民调都是散的数据 如何串起成一个脉络才是重点 就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台湾 不会出兵帮台湾打仗 所以现在既然民意都已经告诉你 大家要和平不要打仗 大家要两岸对话 那目前为止当然是九二共识是两岸的定海神针 因此两岸要避免战争 两岸应该要增加对话 保持和平 如果没凸显最后这个结论 这些民调等于白看 所以好险你有收看本节目 以巴爆发冲突 局势日益紧张 台湾民众打到外管办事处 希望协助订机票 早点离开以色列 结果官员回复 给你自己订机票哦 这还要你交 如果自己能订到机票 早就自己订好回台湾了 民众当然不满 上网抱怨 结果民进党听完有没有反省 有没有认为说 自己应该更多同理心 或者整个行政团队动起来 想办法保护在以色列的侨民 当然没有嘛 先批评这个爆料人士 这假消息啦 污蔑我们驻外人员 然后绿营开始带风向 巨婴啦 订机票还要找人帮忙 大头证啦 巨婴 然后呢 问题就解决了 不解决问题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很民进党 完全是鸵鸟心态 有台湾人在海外发生困难了 绿营说 他是巨婴啦 起案 那他的困难呢 官方要怎么协助 不重要了 反正发新闻稿 骂他们污蔑就好 那其实民众也没有污蔑 没有造谣 就是希望官员多帮忙一点 尤其面临战争 大家很恐慌 至少希望得到一些心灵安慰 结果民进党听到的回应是 巨婴不要打击同仁士气 其实没人要打击同仁士气 但是民进党的回应 反而真正会让同仁变成巨婴 都不能抱怨官员 那官员肆无忌惮 最后官员才会成为巨婴 不过绿营侧翼有个讲法 很容易混淆视听 说订机票也要帮忙 当然巨婴 如果是平常时期 那确实是 但现在是什么时期 是特殊时期嘛 战争冲突时期 在外的单位最重要的任务 不就是要保护侨民吗 这应该是首要任务 那如果首要任务都不能达到 还能做什么呢 民进党对外单位说 以色列现在海空都能正常离开 没问题呀 结果讲完 以色列首都机场就遭到轰炸 退一步说 就算现在没问题 行政团队不就是要预防灾害发生 先行救助吗 否则出事了你怎么救 那民进党为什么要不断鬼扯呢 一方面当然是他不鬼扯就活不下去 再来当然是没能力救人嘛 过去以来的撤侨 民进党哪次成功的 以前日本风灾的时候 就因为民进党无能 然后民进党还要用网军卸责 最后逼死了一名官员 台湾就这么小 人力就这么少 怎么可能在海外每个国家 都有庞大的团队来救人 加上所谓的驻外人员 很多都是民进党仇庸人士 没啥专业 甚至还爆出一堆性骚扰的 多数认真的基层公务员 可能心中也很不满 也很阴谋 为啥都是这些狗官当我的上司 上面没资源 我也搬不成事 所以最后还是要说实话 如果台湾人在海外 真正遇到困难需要找人协助 如果民进党官员无法帮你 你应该找谁 请记得带上台胞证 找大陆大使馆 这些言论在台湾网路 早已是尝试了 PTTD卡网路论坛 每次有人网路提问 我在海外遇到困境了怎么办 底下留言 找中国大使馆帮忙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过去像利比亚 黎巴嫩 甚至在纽约大地震的时候 中国大陆撤侨都有帮助 台湾人民一起搭飞机离开 能帮的就帮 就看在两岸一家亲的份上 所以所有的台湾人 旅居海外的都知道 在海外遇到困境了 找大陆的大使馆才是最实际的 也祝福在以色列的所有两岸同胞 都能平安无事 大家是否还记得 四年前台湾曾发生一个王立强案 自称是大陆特工来台湾渗透 帮韩国瑜助选 这个王特工工出两个上限 说是来自大陆的商人向欣夫妇 于是在台湾的检调单位 立刻就把向欣夫妇抓了 所有绿色疯狂攻击 他说韩国瑜是中共同路人 最后韩国瑜败选 但是后来呢 王立强在澳大利亚被证明是个骗子 而向欣夫妇在上周 终于被司法认证清白 一审二审无罪定验 可以离开台湾 但是回想过去以来 却在台湾被禁管了1420天 比孟晚舟的时间还要长 我要为他们加油打气 也希望全中国人民 要为向欣夫妇加油打气 他们就是现在民进党 绿色恐怖下血淋淋的受害者 回顾2019年 民进党为了选举 抓着议题猛攻大陆渗透台湾 检调配合 司法单位如获至宝 立刻把他们限制出境 以各式各样的罪名展开调查 一开始向欣夫妇被控共谍 违反发展组织罪 但是台北地检署调查后 实在查不到证据 王立强说 他是共谍的上限 但是怎么查都查不到 向欣夫妇跟台湾选举 或者军人有什么关联 他说他们这个钱拿去渗透公庙 没有这个金流 因为他们就是来台湾买房子的 只好处分不起诉 但是这还没完 怎么能轻易放他们走呢 这不是打蔡英文的脸吗 找个理由继续办 说他们洗钱 从大陆洗钱来台湾买房 这也是奇怪 台湾司法现在帮忙大陆抓坏人了吗 那最后呢 也是无罪 他们在大陆也不是坏人 就是正常经商 然后来台湾买房 所以民进党这四年 凭空诬陷这对夫妇 罗之罪名 搞一个假共敌案 跟我一模一样 认真说起来 向欣夫妇可能还得叫我一声学长 我在被民进党迫害还有限制出境 算是你们的诗歌 到现在我都不敢去大陆 因为回来台湾以后 极可能被调查局跟上 手机网络金流 继续被监听被掌握 虽然我光明正大 但是麻烦嘛 那离谱的呢 是台湾平白冤陷人家四年 一点补偿都没有 陆委会还说 他们的声明里没有怨言啊 陆委会真是不要脸到极点 他们发表声明时人还在台湾 敢有怨言吗 你要不要把枪抵在人家头上 然后说人家没怨言呢 民进党可能觉得 反正污蔑了大陆夫妻是小事 但千万别小看后果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大陆人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其实民进党当政这七年多来 这样的绿色恐怖 已经笼罩全台 不仅落在了相亲夫妇头上 也落在了 比如说不久之前 检举臭蛋 对吧 就拍个照说 我买到了绿色的蛋 然后呢 警察就直接冲上门了 或者呢 像是苏伟硕医生 哎呀 莱克多班的猪肉有问题呀 就被查水表了 转发一个立委的问证记录 八十岁的老太太也被警察冲上门 查水表 大部分批评民进党就干嘛呢 哎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假讯息 送办 现在就在制造最新的案件呢 马文军案 那就跟当初王立强案 不是一模一样吗 随便捏造一个事件 然后打击马文军 意图干涉到所有国民党的民代 那这就是民进党的操作手法 但是最后呢 王立强是骗子 相亲是无辜的 那最后我们也会证明到 郭奇就是个骗子 然后马文军也是无辜的 所以这证明了民进党所有的 对抗中国大陆的 或者是要抓什么 共谍在台湾通通都是假的 对人民的认知作战 批评国民党啦 批评柯文哲啦 没事 但是批评民进党的 小心很大的概率 警察会直接冲上门 很大的概率呢 你可能就会收到船票 你就要去做笔录 那对于一般的小老百姓来说 当然是吓死了 所以什么自由民主人权 民进党现在通通都不演了 没关系 着到 nunca 你应该要做了 就是